欢迎收看张有华 谈两讲时代的国军讲题 我们上一期就已经讲到 胡联遭受到种种的不公平 那我不是帮他报区 我也没有帮他报冤 我们完完全全是根据胡联跟蒋介石之间公文来往 那你尤其是罕见 那这一些罕见各位晓不晓得 都是现在保留在什么地方 保留在国使馆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蒋介石在823炮战之前 大概在6月12号到金门视察以后 给他的第一封信 各位去看 这个是蒋介石的字 我们完全根据公文讲 还有根据历史档案讲 这些公文跟历史档案 它告诉了我们很多惊人的历史的事实 那这些事实都超过了我们平常人的想象之外 甚至于军中也有很多将领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 他们都吓了一大跳 他们一直以为这个是胡联功高震主的结果 胡联什么时候功高震主 没有人能够答 答得出来 第二个 各位晓不晓得 1949年11月1号 胡联就任金防部司令之前 在10月28号 陈陈 还有包含陈陈的副手叫做罗卓英 他们到金门去召开了一个军事作战检讨会 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历史 我告诉各位 金门战役以前不是还有一个福州战役吗 福州战役之后不是还有一个厦门战役吗 这两场战役打了下来 居然没有作战检讨报告 而你打胜仗要有作战检讨报告 请问那是什么用意 应该打败仗你更应该检讨 那打了胜仗以后 这一些检讨报告可以重检 但是我们看到了三份报告 这三份报告 第一份报告是汤恩博的作战检讨报告 第二份报告是李良荣司令官的作战检讨报告 那第三份是湖联司令官的检讨报告 打胜仗由这三个单位来提作战检讨报告 那是什么用意 那你打败仗的时候不用检讨报告的 败了那就败了 反正家账都交给别人了 没什么好说的 好 如果这个理论可以成立的话 我们不妨说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份作战检讨报告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答复这个问题 除了作战检讨报告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还发现了很多检讨报告 居然是伪造的 他明明不在场 却能勤奖领功 那打了肾仗 没有办法勤奖领功 各位不觉得非常奇怪吗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研究台湾军事史的 截至目前为止 根本没有人讨论这一阶段的历史 好像台湾能够存活下来是美军眷顾 美国协助 我告诉各位 从1949年10月 美国发表白皮书之后 就等待着台湾的命运 叫尘埃落定 那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当然是感慨万千 美国发表白皮书 让台湾自生自灭 那我想请问 打了三场的胜仗 打了那么多的战争 美国何时那有出兵 就是1949年 我可以告诉各位 美国真正出兵 是到了1950年代 6月25号 韩战爆发 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 协防台湾 那换句话说 从1949年 开始 到1950年的7月 美国没有派兵支援台湾 反而让他尘埃落定 让台湾自己尘埃落定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也是现实的残酷 所以各位去看 很多研究台湾史的 很多研究台湾军事史的 就拼命强调这一段 是美国保护了台湾 这胡说八道 至少在1950年7月1号以前 况且三场战役登布倒 况且大二代 况且古零头战役 都已经打过了 美国没有一毛钱给台湾 所以历史不能胡乱解释 你不能拿发生的事实 去检讨 过去发生的东西 美国协助台湾 那请问这三场战役 美国它在哪里 美国没出一毛钱 没一支兵 美国也没有 资源台湾任何的物资 那请问1949年 到1950年的7月1号以前 美国为台湾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换句话说 美国真正资源到达台湾 是在1952年 所以从1949到1952 将近两年半的时间 美国没给台湾什么 台湾能够撑得下来 就是那我刚刚讲的 就跟湖联他们都有关系嘛 况且台海的三大战役 全部都是湖联部队打的 东部岛67军 古临头高奎原的18军 大二胆战役是第五军 那古临头还有一个19军 况且我告诉各位 这四个军全部都有参战 然而我们今天 你解释历史 通通都把这一段 通通都把它给消掉 就好像是蒋总统英明 等等 但是这些不是历史 这些是大内宣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讲 蒋介石为什么自毁长城 我先来讲 各位讲 胡联人士权之争 忠其身 蒋介石不给胡联人士权 那你说不对哦 你胡联不是陪职了很多人吗 我现在我举一个例 给大家听 大家后续就知道了 各位知道 蒋介石旁边有两大匪谍 就是我们讲的间谍 叫做地下党 一个是刘飞 一个是郭鲁归 各位晓不晓得 1949年1月12号 蒋介石下野 到18号离开南京 各位晓不晓得 蒋介石下野一道命令 他命令胡联 十八军的军长给谁 给郭鲁归 就是地下党的 就是中共的将领 叫做郭鲁归 非要让郭鲁归 接十八军的军长 胡联你保举龙天武将军 保举三次 全部都打回票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对你胡联不放心 那你不能保举自己人 况且龙天武在东北 打了个败仗 怎么可以接十八军的军长 好 命令下达 我告诉各位 老天 还是保佑台湾 命令下达的时候 胡联 刚从医院出来 收拾残兵 败将 要准备重组第二编练司令部 就是十二兵团的前身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郭鲁归 倒任 郭鲁归倒任了一个月 好 郭鲁归倒任一个月 各位晓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 他一看 这个是空壳子嘛 所以他不干 他说他要实权单位 结果调到西南 就是调到了四川 调到四川 到了最后 是他出卖的湖中南 还好他没有担任十八军军长 他十八军军长担任了一个月 到了最后 蒋介石又要施加压力 说你这个军长 如何如何 结果胡莲是告诉蒋介石 他说如果你跟上级都有意见 我是第二编列司令官 兼十八军军长 可不可以 一兼兼了四个月 那么重要的位置 他兼了四个月 所以胡莲跟蒋介石之间的人事权之争 是真的非常的厉害 如果各位想想看 那个时候的十八军军长如果是郭鲁归 他率领着十八军 跟解放军结合 他倒过来 他把他倒过来 打金门战役的话 那请问 我想请问 有没有古临头战役的胜利 有没有未来的金防部司令 就是未来的金防部 绝对没有 所以人事权之争从胡莲担任 第二编列司令在改组十二兵团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胡莲一直在抗拒蒋介石的压力 那蒋介石对付那个胡莲的方式那是什么 一毛钱我都不给你 有了 蒋介石给了 就是开办费 那这种开办费 杯水车薪 胡莲当时候成立编练司令部 到了最后十二兵团司令部 我告诉各位三千多人 可是经过了九个月以后 变成了多少人各位晓不晓 十二万人 三千多人变成十二万人 那个时候国家没有给胡莲半毛钱 胡莲是无中生有 那这种无中生有的将领 蒋介石怕不怕怕 一般人怕不怕也怕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蒋介石没有指挥道德 各位去看 从1949年 胡莲成立的第二编练司令 一直到胡莲改组为十二兵团 时间长达九个月 我们先看败军之将 这个败军之将就叫汤恩伯 他到汤恩伯 守上海 守福州 守厦门 蒋介石都有去 唯独胡莲部队 从1949年的1月28号开始 到1949年的10月 各位看看 长达九个月的时间 蒋介石没有看过胡莲的部队 不但没有看过胡莲的部队 而且他命令胡莲要听汤恩伯的指挥 那胡莲呢 就知道我跟汤恩伯之间 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 所以他千方百计着要脱离汤恩伯的指挥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 到了最后他投到了什么地方去 他投到了白重洗那个地方去 那白重洗当年是在武汉 那胡莲是在浙江 两边相隔那么远 那胡莲他自己讲 他为什么要投白重洗呢 因为第一个他对我边朝莫及 第二个我可以任意发挥 第三个他要脱离汤恩伯的指挥系统 那这一点 蒋介石非常生气 他就是骂这个胡莲 没有指挥道德 没有军系伦理 你的辖区明明是在汤恩伯的辖区里面 你居然不想听他指挥去听白重洗指挥 你没有指挥道德 这个讲的是胡莲 那事后发展 就是证明的一件事 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那有问题 如果胡莲当时真的跟了汤恩伯的话 那对不起绝对没有古灵头战役的成功 也没有登部的成功 也没有大二胆的成功 所以我为什么讲 蒋介石没有指挥道德 就是世人不清 世人不明 那更重要的 你逼着部署 两个不能共识的部署 去守一个地方的话 那就有两种结果 就跟大陆一样 第一个 你就逼着部署投降 第二个 你就逼着部署兵败 那这两个胡莲他都经历过 所以胡莲很清楚 蒋介石的意思 那我们再来讲第三个 各位来看看 从不关切胡莲 各位去看 蒋介石在1949年 他最关心的是三个部队 第一个部队是汤恩伯 为他守东南 第二个是薛岳于汉谋 帮他守南方 就是广州 然后第三个是胡中南兵团 这三个兵团各位晓不晓得 蒋介石都去过 唯独胡莲的部队 蒋介石我刚刚讲了 1月28号到古临头胜利 到10月27号 蒋介石都没有去看过胡莲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虽然是有讲到一些 但是我个人的著作 叫做《刀锋战将胡莲》这本书 我告诉各位 我都把答案全部写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 我们千万不要听信部分的台湾学者 或者研究台湾军事史的 在那边胡说八道 台湾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绝对保不下来 我现在告诉各位 美国从1949年至少到1952年 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没给台湾一毛钱 那台湾怎么撑过来的 台湾如何三战三劫以后 让蒋介石的溃败能够止血 非但溃败止血 而且三战三劫 勉强维持了台海平衡 我在《刀锋战将胡莲》跟蒋总统 跟胡莲将军823手札里面 这本书我只是提出了一个粗浅的答案 但是在《刀锋战将胡莲》 金门王与梁蒋的政治恩怨里面 我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台湾能够存活下来的 不单是民众的抗敌意识 你更重要的是在大崩溃时代 胡莲如何让崩溃止血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如果没有止血的话 依据美国CIA的报道 大概在1950年的6月到12月间 台湾必然沦陷 结果是没想到 三战三截让他直血以后 才让蒋介石站稳了脚跟 蒋介石站完脚跟以后 站稳脚跟以后才有美国的军援 所以历史千万不能做道果为因的解释 历史一定要讲究什么样的因 会种一个什么样的果 这个就是我要讲 两讲时代的国军将领故事的等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